哈喽,同学们好,咱们本节课继续进行遗传规律题目的专列,我们来看第一道题 这一类题呢,是一类不符合典型数据的题目,比如说致死呀,负等位基因啊,不完全显性供显性啊,比如9331的变形啊,等等等等 这些题型呢,同学们注意,其实没有什么更特殊更难的,你只要把题目里面的条件给它分析好,就OK了 我们用的算法呀,解题思路啊,还是咱们那些基本的算法解题思路 只要把题目里面哪里发生改变了那些特殊情况,特殊条件给它考虑进来,就OK了 我们来看这道题,它是一个负等位基因,它说烹瓜呀,分成熊猪、磁猪以及磁雄同体的两性蜘蛛 大G决定熊,小G决定两性,G副决定磁猪 那这样的话,咱们把这三类蜘蛛它的那个金形写一写 大概同学们心里应该能理出来一个顺序 因为它说了这个显影关系嘛,大G最显,其次小G 最隐性下位的是这个G副,最隐的这个是G副 所以呢,我们分析的话,熊性蜘蛛呢,应该就是大G大G 可以吧,然后大G小G 然后这个大GG副,这样的 然后呢,磁雄同体的呢,应该就是小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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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OK的 然后呢,磁猪呢,好像只能是G副G副,这样的基因性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小问题在这里面,同学们 就是熊性蜘蛛也是通过青带杂交来的 青带可以是什么?可以是磁雄同体的蜘蛛的子带 磁雄同体它可以自我交配产生后代 产生可以产生熊猪,对吧 然后呢,还有可以磁猪和熊猪它俩进行交配产生后代 或者,磁猪和磁雄同体的,熊猪和磁雄同体的 但是问题,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所有的那些交配类型里边 你们发现能不能凑出大G大G来 是不是根本不能啊 只有熊猪能产生大G的精子 而其他的都产生不了大G的精子 或者大G的卵细胞 所以呢,咱们这个大G大G,熊性其实不存在 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分析一下ABCD里面 找一个正确的选项 有同学眼睛已经发现了 这个4D选项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他说熊猪不可能是纯合子 要么是这个,要么是这个,都是杂合 不可能是大G大G 所以呢,4D咱们就选出来了 看其他选项错在哪里 A,大G小G和大G小G负 它俩都是熊性蜘蛛 能杂交并产生熊猪 这不能杂交 因为它俩本身都是熊的 熊的只能产生精子 怎么可能进行 杂交呢,都是产生精子的 熊性只能做副版的 所以呢,A不行 B,一株两性蜘蛛的喷瓜 最多产生三种配子 别忘了,它是两性蜘蛛 所以这道题 如果你仅仅只考虑到基因型的话 其实B也能判断错误 如果你不单考虑到基因组成 也考虑到配子性别 配子咱们一般不说配子的基因型 说配子的基因组成 因为基因型也好 表情也好 咱们说的是各个体层面的 所以咱们严明点 说,比如我们只考虑基因组成的话 那对于雌雄通体的植株 它可以是只产生一种 也就是这个 这种植株是不是只产生一种小G的配子 如果只考虑基因组成 那这个植株是可以产生两种 一种是小G 一种是小G负的配子 但是你别忘了 它本身是一个雌雄通体 也就是说 它能产生卵 一种这样的卵 然后精 是不是也可以产生一种这样的精 同理这边的话 也可以产生两种这样的精子 两种这样的精子 所以不管你纯粹只考虑基因型 还是考虑到了不同性别的配子的基因组成 不说基因型 说基因组成 那么这个三都是错的 如果纯考虑基因组成的话 那就是最多产生两种 最少产生一种 对吧 但是如果你也把这个配子的性别也考虑进去 咱们自己天空题的时候 必须要把它配子的性别也考虑进去 它应该是四种 总之这个三肯定是错的 所以这道题呢 没给大家这个小坑点 没给大家增加难度 2B选项早的分析都是错的 好不好 咱们自己答题的时候要答四种 四种有精子两种 卵细胞两种 这是最多能产生四种这样的配子 好 C两性蜘蛛自交不可能产生雌猪 雌猪是这幅这幅 两性蜘蛛这个家伙 它自交可不可以产生这幅这幅 当然可以啊 所以呢 C选项也是错误的 这道题呢我们就选择四D选项咯 咱们继续分析这道题 这道题一看是什么 是不完全显性 它不是典型的三比一了 而成为三种表情一比二比一 也就是说那个杂盒子 它表现的是一个中不溜的表情 比如说红花白花 它也不红了也不白了 而是粉喉喉的在中间这样的一个表情 而我们说的贡献性呢 是两种形状都表现 那叫贡献性 比如说这个黑毛黄毛 然后杂盒子是一片黑一片黄 这样的杂花毛 对不对 那就是共显性 所以这道题呢 它其实是一个不完全显性 你看粗的以及细的以及中不溜的 对 这是一个不完全显性 管它怎么样一个特殊法 非典型数据法 但是我们的算法 我们的解题思路 还是咱们那些基本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会的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 它是用纯的粗的和纯的细的加交 然后得F1 F1自交后代出现1比2比1 如果将F2中的所有的中粗个体和粗个体混原 种植 所以它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A粗 A粗 我直接就这么写了 你就不写大A小A了 因为它没有明显的谁显谁隐 就是两个基因 谁也不能完全征服谁 不能是完全显性 对吧 所以它是A粗A粗这样的重合 跟什么呀 跟A系A系 杂交 然后得F1 F1肯定是个杂合子了 A粗A系 A粗A系 然后呢 再让它自交 得F2 F2肯定就是A粗A粗 1 中粗的那个是不是就是杂合子 A粗A系 这个就是中粗的那个2 然后呢 还有ACA系 ACA系是1 现在呢 它只是把中粗和粗的调出来 也就是说把这两个调出来 这个呢 不要了 然后呢 让它们混合种植之后呢 让它们字花也行 一花传粉也行 也就意味着是什么 随机交配呀 所以同学们 随机交配也不是一个什么极特殊的提醒 还是用咱们的基本解题思路 就OK了 我们这里面有三分之一的纯粗 有三分之二的中粗 中粗 然后呢 让它们随机交配 这样的话呢 应该有四种交配类型 但是呢 它让你求后代的一个表型的比例 所以每一种类型咱们都得算出来 占比是多少 这样的话呢 咱们还是用第二个思路 也就是说我们用配子比例去算 能快一些 咱们就不按四种交配类型 都算一遍 把后代再加一遍看看 有多少粗的中粗的细的 那样呢 稍显麻烦 所以咱们呢 还是直接按配子比例进行计算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配子不管精卵 反正都是这样的 咱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配子的情况 应该是什么呢 配子有A粗 配子也有粗精英的配子 有什么呢 含细基因的配子 我们来看看它们的比例是多少 粗基因的呢 这三分之一百分之百都是粗基因的 然后这三分之二呢 有一半是粗基因配子 一半是细基因配子 它产生配子肯定是一半粗的 一半细的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等待三分之二 这个粗的配子占三分之二 细的呢 不用算也是三分之一 或者你用三分之二整成二分之一也OK 所以它就是三分之一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直接求出来了 我还用不用画几半歌 你们熟练了之后呢 脑袋关一想就想出来了 我给大家清楚的 给它摆出来 用几半歌摆出来 它呢是三分之二 A粗 三分之一 A系 然后精子呢 也是 我给它写在纵作标 三分之二 A粗 然后三分之一 A系 好 然后呢 精卵 结合 得到 子二代 所以 子二代里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九分之四的 纯粗的 然后这个是九分之一的 纯细的 这两格是什么 是不是中不留的 这两格都是中不留的 是多少 是九分之二 然后九分之二 加一块还是四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选什么 应该选4D呀 很明显的一个 嗯 这个数据 其实除了套用这个植物的情景 咱们在果蝇里面也练过这样的一个数据的题 也练过非常典型的同学们呢 只是要明白我们用什么样的解题思路去解这一类题 就OK了 不管它说的是某种植物的还是果蝇的或者什么的 咱们会解这一类题就OK了 这一道题我们算出来就是粗中细四四一 来 咱们看一下这一道题 这道题我们一下子看出来这个数总和是不是就是16啊 总和16呢 我们自然就知道 它应该是双杂合体自交来的两对自由组合那样的一个典型数据 只不过呢它是9331的变形 原本应该是9331这个经典数据 现在呢变成了把前面这两种给它加在一起 也就是说这两大类它的表情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这个题的数据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把题目里面的特殊情况给它考虑预进去 就OK了啊 那F1都是黑眼 F1这样的大A 这个大A小A大B小B F1自交产生的F2是黑黄白 这个白呢肯定是小A小A小B小B了一份 对吧 然后这个黄呢 有可能是大A横线小B小B 也有可能是小A小A大B横线 这两种情况其一 但是呢 我们的那9份肯定是大A横线大B横线 比如我现在只举其中的一个例子 比如它是加上谁呢 加上大A横线小B小B 这个算黑眼的 可不可以 那黄影的应该就是什么呢 就是小A小A大B横线 但是我只是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啊 12比3比1 可不可以是大A横线大B横线 加上小A小A大B横线12份 然后把大A横线小B小B拿出来 三份黄影 也有可能咱们具体看题目 好吧 那他说不正确的是 来看一下A选项 燕麦影色的遗传符合自由组合 当然符合自由组合 不符合自由组合 怎么能出来这个169331的变形呢 这是典型的自由组合的数据 只不过呢 是9331稍稍变形一下 变成12比3比1 然后2比F2中非黑影 不是黑影的 有三种基因性 还真是有小A小A 大B大B 小A小A小B小B 以及杂核的那个小A小A 大B小B 我举的这种情况 当然你用那个大约 小B小B算 也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其中 纯合子占比多少 那你看看这里面 小A小A 大B大B 小A小A 大B小B 以及小A小A小B小B 所以这道题 2B选项是考察 大家一定要熟练记忆 我们的两分的基本数据 他占一份 他占一份 他占两份 当然里面 重合子就是他俩 占四份里面的两份 所以占2分 这个也是正确的 C F2中 与亲本基因型相同的概率是 咱们来看看亲本是谁 亲本是用纯黄 纯黄和纯黑 好 那肯定是用的谁呀 同学们 肯定是用的这两个 肯定是用的这两个 绝对不可能用的是 大A大A 大B大B 和小A小A小B小B 因为小A小A小B小B 是白眼 所以呢 这个我们能断定 我不知道他俩谁是黄 谁是黑 但是我确定用的是他俩 所以呢 亲本应该是 这个大A大A小B小B 和小A小A大B 大B 然后得到的F1 F1就是双杂合子 应该是这样的 好 那他说F2中 与亲本基因型相同的概率 来 同学们看一下 F2里面跟亲本基因型相同的概率 咱们把它都写出来 同学们看一下 就是大A横线 大B横线 大A横线 小B小B 小A小A 大B横线 小A小A 小B小B 还是考察大家对基本数据的记忆熟练度 理解 来我们看一下 哪一个是跟亲本一样的呢 这里面有跟亲本一样的吗 没有 这里面呢 有就是大A大A小B小B 跟亲本 这个亲本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面呢 也有就是小A小A 大B大B 这一份肯定不一样了 对吧 那总共F2是什么呢 总和是16 然后这里面有这两份 一份他 一份他 跟他们一样 所以跟亲本一样 所以呢 应该占多少 应该占16分之2 应该是1分之1 同学们怎么可能是1分之1呢 所以C选项是错误的 如果基本数据 大家都记得 稀里糊涂这题 做起来就很困难了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4B选项 F2中黄影 自焦后代中 杂合体占1分之1 那我们又有小小的算法 在这道题的4B选项里面 他说F2黄影 咱们暂且就按小A小A大B横线算 你用大A横线 小B小B算 数据都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都是 这个一对显 一对银 那显的显影里面 或者银显里面 也就是说这种类型 或者这种类型里面 都是一份纯 两份杂 其实算出来的数据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用后面 这个算一算吧 F2中黄影的 也就是小A小A 大B大B 占多少 占三分之一 然后呢 还有三分之二的 小A小A 这个什么呢 大B小B 大B小B 然后他说自焦 那这三分之一自焦 这三分之一自焦 所以他们看看 这道题里面相当于 你不用管那小A小A了 完全不用管 你就看B这一对就完事了 后代中杂核子占多少 这一份后代怎么着 百分之百都是纯合 而这三分之二 这两份三分之二 乘以杂核子占多少 是不是四分之一的大B大B 二分之一的大B小B 四分之一的小B小B 所以呢 应该是二分之一的大B小B 这边没有杂核子 咱们就不搭理它了 我们直接算杂核子 咱们不管纯合子了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多少 还真的是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答案呢 也是正确的 最后四例选择呢 小小考察了一下 大家的计算的问题 本来咱们应该是用加法的 用加法的 但是呢 我们两种交配 全都算完了之后 发现它让你求的目标 只是求子带的杂核体 而左边这种交配后带 它没有杂核体 所以呢 就不用加了 也有零加三分之一 是不是 那我们的答案呢 是不正确的 咱们选的只有C选项 A B D 咱们都分析出来了 完全正确 这道题呢 我们选择C选项 来同学们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呢 我们看一下题目里面的信息 发现它还是两对等位基因 自由组合 独立遗传吗 自由组合吗 涉及到A一对 B一对 那么还是我们的9331的数据 你看这道选项B里面 是不是出现了9331的变形 3比13这样的数据 那我们就这个题目信息 来看看 它的这个性状 有什么呢 有白色 有什么呀 有黄色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它的性状 最终有哪些表现 我们来看啊 咱们不是9331吗 大A横线 大B横线 9份 对吧 然后大A横线 这个小B小B 3份 小A小A 大B横线 3份 小A小A 小B小B 1份 我们来看看 就这个题目信息 来对应一下 这些基因型 它应该是什么表现 是黄色 还是白色 大家来看 又有大A基因 有大A基因 白色就可以转变成黄色 但问题是 如果大B基因在 会抑制大A 所以大B基因在 抑制大A 这9份应该表现什么 表现白色 出不来黄色 把大A抑制了 谢谢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三份 有大A且没有大B 这个我们就知道了 它是可以形成黄色的 白色在大A基因的 这个作用下 它呢 是能产生黄色的 只要大B基因 别抑制大A就OK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没有大A 所有的都应该是什么 没有大A的话 它就是白色 全体物质 转变不成黄色 所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数 因此它让你长幅正确的 大家来看 我们F2中黄白 F1字叫 你看 这个清代是 这个双显纯 双隐纯 杂交得F1 F1不就是双杂克体吗 F1字叫得F2 F2还是这个样子呀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 不正确的2B 咱们先把它挑出来的 这个肯定正确 黄的多少 三分 然后其余 12分 全是白的 OK吧 9加3加1 然后F1的表现形 是白色的 F1是什么 F1是大A小A 大B小B F1在自较 大A小A 大B小B 肯定是白色 有大B在 然后大A呢 就被抑制了 所以A选项呢 也是正确的C 黄色蜘蛛的基因形 黄色蜘蛛的基因形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大A大A小B小B 或者大A小A 小B好了 那这一道题 看来只能选择4B了 我们来看 F2中白色个体的基因形 记不记得 这个9份里面 有4种基因形 大A大A 大B大B 大A小A 大B大B 以及大A大A 大B小B 还有大A小A 大B小B 这4种 然后呢 这个呢 有两种 小A小A大B大B 和小A小A大B小B 这个呢 有一种 所以加起来 应该有多少种 应该有7种基因形 而不是5种基因形 点形的错误 这道题呢 我们选择4B选项 来 我们分析一下 这道题 涉及到两对形状 一个是花的颜色 红白 还有叶子的宽和窄 这两对形状 但是它题目里面 有一个特殊条件 它说这两对基因中啊 某一对基因 纯和的时候 会致死 比如说 大A大A致死 或者小A小A致死 或者大B大B致死 或者小B小B致死 那它给了你一个数 你一下子看到这个数 马上就能反映出来 它给的是什么 6231 咱们比较熟悉的是什么 是9331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这9份里面死了3份 说明这3份里面死了1份 来 同学们 头脑里面有没有立马反映出来 死了哪一份 应该死了 假设这个3是大A横线 小B小B 死的哪个 应该死的是大A大A小B小B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你把这些基本数据 给它搞得通通的熟练的 那么你看到一些变换了的数据 其实一下子是能反映出来的 当然这道题呢 我们再来判断一下 它说这个红窄自焦 红窄自焦 子带出现有红有白 有窄有宽 我们两注可以分开看吗 那就意味着红色 后带出现形状分离 窄叶后带出现形状分离 所以呢 所以显性分别是红色和窄叶 并不是宽叶 所以2B选项呢 是错误的 那这个 这个蜘蛛自焦 也就意味着这个蜘蛛 蜘蛛本身是一个双大合体 它后代才能出现9331 在9331的基础上 有至死才能成为6231 好不好 有至死的话 它的总和就不是16了 它就小于16了 我们前面做的题呢 是总和还是16 只不过呢 9331略微变形了一下 可能变成3比13啊 可能变成9比7啊 等等 25比1啊 等等 好 紫带的表形及其比例是 这个样子下列叙述 正确的是 现在你有没有看出来 到底是哪一对蜘蛛之死 看出来了吗 它死了3 它死了1 所以呢 我们怀疑 大A大A之死 或者 大B大B之死 都有可能 但是就这道题 它对应着特定的形状呢 到底是纯 红之死 还是纯窄之死 你看看 能不能分析出来 反正是显性之死 一定是显性之死 我们能配得上的 因为这三份呢 是这个 这个 这九份里面死三份 这九份是显性啊 同学们 死的那三份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大A大A 大B大B 一定包含在里面 当然 另外一个 有可能是 大A大A 大B小B 也有可能是 大A小A 大B大B 到底是 大A大A之死 还是大B大B之死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 但是 我们知道 一定是显性之死 绝对不是隐性之死 好吧 因为九份里面 死了三份 这个是显性啊 九 九是双显呢 所以 咱们来看看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用这个红 这个大A代表红 好吧 然后用大B代表窄 咱们看看 到底是红死窄死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又可以拆开 一顿一顿的看 直接就看出来了 那么看啊 这是红的 这是红的 然后这是白的 这是白的 你们看看红加红等于多少 红加红加起来等于8 6加2嘛 对吧 6加2等于8 然后呢 白加白加起来等于几 等于3加1 等于多少 等于4 很明显 红比白 如果没有至死的话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三比呀 所以现在应该是大A大A 比大A小A 比小A小A 一比二比 显然它死了 它死了的话 是不是就变成了八比四 二比呀 所以应该是大A大A 红花至死 好吗 大A大A 红花至死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窄印呢 同学们来看看 窄印在这里 窄印在这里 加起来是多少 加起来是9 然后呢 宽印在这儿 宽印在这儿 加起来是多少 加起来是39 3 3比1 人家这个没有4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解完了 这道题了 正确的 咱们接着分析 不遵循 当然遵循呢 遵循只不过有至死 还是那句话 不管它有什么特殊状况 我们还是按着基本规律 基本的解题思路 基本的算法去做题 就OK了 好吗 然后C选项 控制花色的基因 具有隐性存合至死 不是 是显性 红花显性 存合至死 然后4D 自交后代中 存合子所占比例 是多少 自交后代中 存合子所占比例 这个如果大家直接记着 咱们经典的F2的数据的话 大家知道 原本我们经典的F2的数据 是不是十六分之四份里面 这个四份存合的 你看这个九份里面 大A大A 大B大B重合 三份里面 大A大A小B重合 三份里面 小A小A大B大B重合 一份里面 小A小A小B小B重合 总共16份里面 四份重合 这是原本的那个数据 但问题是 死了一个重合 死了一个重合 还剩下几个重合 还剩下两个重合的 所以还剩下两个重合的 而且我们的 那个原本的16 也死了多少 它死了3 它死了1 是不是总共死了4 从16变成了12 大家看看 是不是等于6分之1 分子也变了 分母也变了 所以这道题 正确的 我们选择 4D选项 来 同学们 咱们分析一下 这道题 这道题 看选项里面 感觉这数都这么大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是在给大家明确一下 咱们的整体数据的妙用 这个问题 整体数据 它的一个解题应用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一看题目里面 给你的整体数据是多少 如果给你的整体数据是四分之几 那这应该是一对杂核自交的结果 大一小一自交 后代不就是四分之一啊 四分之三啊 这样的数据吗 对不对 如果他给你的是十六分之几 它可能就是什么呢 两对杂核自交的结果 好不好 同学们 自交的结果 也就是说 大一小一大B小B自交 后代不是十六分之九啊 十六分之三啊 十六分之一啊 这样的数据吗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对这个整体的数据 要能够快速的反应 当然十六分之几 十六这个整体也不见得 仅仅就是两对杂核自交 我提醒大家啊 咱们的这个整体数值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各对啊 要么就是自交的啊 这个后代数据 自交后代的那个数据 整体咱们按多少 咱们按四去算 要么呢 就是测交后代的那个数据 这个数据咱们按多少算呢 按二去算 每一对都是这样的 你想大一小一自交 大一小一自交后代是不是四分之几啊 这是自交我们用四做整体 然后测交呢 大一小A和小一小A 后代是不是二分之一 大一小A二分之一小A小A 所以测交后代一对的话是二这个数据 然后如果是两对自交呢 那后代就应该是什么 十六 所以就是四的多少次方 有多少对杂核自交就是四的多少次方 有多少对杂核测交就是二的多少次方 当然有的时候一对自交一对测交 两对自交两对测交 是不是你分别用四和二进行相应的乘法就能凑出来那个整体了 对就是用整体这个数值去快速的解题 根本不用去看里面的很多细节 直接秒杀 特别快就把这个题做出来了 你比如说咱们的这道题是干嘛呀 这道题呢是一二三四四对自交 那四对自交 它的分母整体数值应该等于多少 应该等于四的这个四的这个多少次方 四次方是不是 四的四次方应该是多少 二五六 二五六分之多少 所以同学们来看看这个答案里面能得二五六的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四D选项 八二一加一百七十五 是不是二五六 这个八二一比一百七十五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四分之三的四次方 不就是二五六分之三的四次方是多少 九九八十一 然后呢用一减去二五六分之八十一 是不是就是一七五啊 所以八十一份是什么红花 剩下的一七五份都是白花 这题还有什么难的 就极其快的就把它解出来了 好不好 以后咱们看到二五六这数 看到六十四 看到三十二 这些数呢 你头脑里面都能给它快速的反应出来 比如刚才赵老师说 这个十六分之几 十六这个整体 也不见得一定是两对杂 两对杂合自交 它有没有可能是 比如说一对自交 一对杂合自交 然后两对杂合侧交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同学们 有没有 有可能呢 因为是四乘以二乘以二 是不是也等于十六 对 所以你就具体题目 具体分析 就完事了 这一道题呢 咱们选择四地选项 而且这种方法解题 凡是你能看到整体的这种题解起来 极其极其的快 比如咱们再来看一道题 同学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你看看 这个的话 我们看到整体是多少 这个数 整体这个数是八呀 而且你发现没 它每一对都进行测交 它说的是每一对都进行测交 那每一对都进行测交的话 应该有几对杂 后代能测出整体是八来 每一对测交 它都以二为整体 所以如果是大一小一 大B小B 大C小C进行测交 咱们来看看 是不是A这一对 后代整体也是二 B这一对后代整体也是二 C这一对后代整体也是二 所以它就应该是什么 二的三次方八 所以这道题咱们什么都不用看了 有人说老师 它的基因性和表现性的对应关系是什么 你都不用去看那些细节 这道题凑一下子就做出来了 你管它是五对基因 八对基因 十对基因 必须其中有三对是杂合的 所以这道题怎么着 我们直接就选出来了 是4B选项 好吗 同学们 咱们本节课的练习就到这里 我们通过两次视频课的 遗传规律题目的专列 希望同学们 咱们这一部分能够有所提升 有所对之前难点知识的一些巩固 不管是我们基本的解体思路也好 咱们的基本的算法也好 还有我们最根本的那些遗传规律数据 还有一些各种特殊数据的提醒也好 大家都要把它能够解决 好吗 咱们本节课就要到这里 同学们下节课不见不散